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现在在小米主要负责 HTFS的维护和那个研发 然后我今天的分享主题是 小米HTFS数据治理的实践和演进 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小米在HTFS数据治理这块 所做的一些尝试 然后我们遇到的问题 已经搜到的那个成果 然后本次的那个分享 主要其实分为三个部分 就是我首先想介绍一下 我们做数据治理的背景 然后想介绍一下 我们在HTFS Terrain项目上面 所做的一些演进和迭代 最后会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对于存储未来的一些规划 第一部分就是 我们做数据治理的背景 这块其实昨天听了 咱们就很多 之前的一些讲师的分享 其实大家可能遇到的问题 都很类似 首先来说就是随着业务的增长 然后HTFS的存储规模 是有大量的增长的 然后给我们带来了 很大的成本压力 然后在我们对数据进行分析之后 我们发现集群中 其实真的访问频次很低的 一些温数据和冷数据 其实占比超过了50% 这一块其实大家遇到的问题 应该都差不多 然后小米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小米其实在海外 有很多的业务 所以我们在海外 像印度 欧洲 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的 HTFS机群 然后在海外 其实我们想基于物理机 去自建的那个 实现的可能性比较低 所以我们是选择了 使用公有云的云主机自建 像印度的话 我们其实使用的是 AWS的EC2加EBS 所组成的云主机 来实现我们的HTFS部署 然后EBS这个大家应该都用过 然后也比较了解 它其实它也是云盘 所以它底层 其实也用了一些 勇于存储的策略 来保证那个数据的可用性 然后我们 其实我们假设它就是三倍份吧 然后我们在上面 其实基于云主机的 HTFS又做了个三倍份 所以算下来 其实我们等于是 一份数据 真正的存储是九倍份 然后加上我们的EC2的 一些那个主机的成本 然后我们去和AWSS3 做了一下对比 就是单位存储成本来算的话 其实我们的三副本的存储成本 对比AWSS的单副本来算 其实那个比例达到了 很惊人的10比1 然后在国内的话 其实我们是跟大家一样 都是用的IDC物理机自建的方式 去部署我们的HTFS群 然后在这一块 我们其实也发现 随着那个国内公有云 对象存储的规模 规模化的展开 然后各家的云厂商 其实也有一些 竞价的一些策略吧 然后我们在对比的时候发现 其实就是我们国内的 物理机自建的HTFS三副本 对比我们国内的一些 比较主流的公有云的 对象存储的存储存本来讲 也达到很高的5比1 基于我们的问题 加上我们其实 所调研的这些结果 其实我们觉得 我们就认为 然后使用对象存储 来降低HTFS的存储成本 是一个收益很可观的路径 所以基于我们的这些结论 我们就开始了 我们的HTFS Terrain项目的尝试 我们的目标其实就 刚开始的目标比较简单 就是想实现我们 HTFS能够数据的分层存储 然后的话 想在海外利用AWSS3 来降低我们海外的 HTFS的存储成本 基于这个目标 我们首先对我们集群中的数据 进行了一些分层的定义 然后我们根据数据的 管理和铲除的方式 将数据其实分为了两类 像就分为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 结构化数据其实简单来讲 就是数据仓库的表 然后这块其实我们定义了两个指标 一个叫TTV 就Time to visit 然后还有就TTL 就是Time to alive Time to live 对 然后就一个是数据的访问周期 一个是数据的生命周期 然后基于这两个数据 我们将那个集群中的数据 进行了划分 当我们的数据的生存时间 小于TTV的时候 我们认为它是热数据 然后我们就会用我们的HF的磁盘去存储 然后保证它的那个读写访问的性能 然后当数据的生存时间大于TTV的时候 我们就认为它已经变成了WIN数据 我们会用S3的标准存储来进行存储 然后此时它其实是子读的 然后读性能可能会有稍微的下降 然后的话如果大于2倍TTV的话 我们就认为它已经是冷数据了 就可能基本没有访问了 然后我们就会用 继续用S3的那个归档存储进行存储 然后如果大于TTL的时候 我们就认为数据已经过期 然后直接进行清理操作 这是结构化数据 非结构化数据的话 其实可能就是大部分的用户 一些自己产出自己维护的数据 对于这部分数据的话 其实有个问题就是 它没有一个统一和通用的规则 所以我们没法去统一地管理起来 然后对于这一块 我们就简单提供了一些功能 比如说Last Exit Time 或者是用户自定义规则 用来区分它们的冷热温数据 有了我们数据的定义 其实我们就做了第一版的 HTT Terran项目 它的实现比较简单 就是我们利用了HTT原生的 那个Ego存储的能力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先用FU 将S3挂载成了DataNode的一个Archive盘 然后的话我们基于我们的 FS1米的分析加上TTV 每天会自动地去分析 集群中的冷数据 然后找到冷数据之后 我们会调用那个SETStoryPolicy的接口 将它的StoryPolicy设置为Code 设置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会用那个 HTT原生的Moral工具 然后将冷数据本身存储在 磁盘中的那个Block 迁移到我们的那个Archive的盘中 然后竟然就实现了 它通过FU的落到了我们的S3里面去 然后在落到S3之前的话 我们还在FDS之城 做了一个快对象的去从 保证每个块 就逻辑上看起来是三倍份 但实际上保存起来只有一倍份 这个方案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我们就利用了 HTT原生的Ego存储的能力 然后整个数据的那个转储 其实对用户来说是透明的 然后我们在那个海外 其实对这个方案用了 进行了大规模的推广和上线 然后海外的集群能备的 总量规模大概达到了 10pp的量级 然后也大大超出了 我们那个海外的降本的目标 对 但是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 其实发现这个方案 也有很多的问题 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引入了一些额外的组件 然后导致了链路比较长 然后整体的稳定性是不太好的 对 而且FDS FU这个东西 它应该很多人 大概都用过FU的挂盘这种方式 就是这个 就是它总会有些 让大家意想不到的问题 比如说漫盘呀 或者僵死呀的状况 导致我们的那个集群的可用性 有时候会受影响 然后我们本身那个FDS Service的那个取存功能 其实也有些 意想不到的状况 或者有些局限性嘛 对 最后我们其实是将 温数据和冷数据 是统一作为冷数据 存到S3里面去了 其实是没有 是没有做那个 真正的分层的 然后基于我们Taren的 那个实践 然后存在的一些问题吧 加上我们后续的一些规划 我们又继续演进了Taren V2 它的目标有三个 第一我们想解决 Taren的性能问题 然后提升我们总体 流程的稳定性 然后的话 我们想继续深化的 对HDS做一些改造 然后它支持 原生的支持 我们对对象存储的读和写 最后就是我们想 利用那个 国内的公用云对象存储 来降低我们国内 大集群的那个 HDS的存储成本 我们首先是对那个 HDS进行了改造 首先就是我们在Limdor端 其实是实现了一种 叫Android Object File的 原信息类型 然后它的主要功能 就是用来存储文件 到Object的 Object的印射 然后我们还是 还实现了一个 Transform Object File的接口 用来提供给 那个客户端去 转换我们的 将我们的Android File 转换成Android Object File 并且可以将它对应的 远引息携带过来 存储到Android Object File 里面去 然后我们基于 DataNode又改了 改造出了 那个Proxy的DataNode 然后它跟DataNode的 主要的区别就是 它不负责具体的 那个Block的 存储和管理 它只是简单的 做我们整个HTi基群 对于那个S3的 读取的代理 然后在这块 我们也做了一些 并发和带宽上的限速 对 然后我们为了实现 那个我们对 整个改造 对客户端是透明的 然后我们在 GetBlock和Location这块 其实做了一些 逻辑上的改动 简单来讲就是 我们的客户端 在做GetBlockLocation的时候 我们会去判断 它的文件是 AnodeFile 还是AnodeObjectFile 如果是AnodeObjectFile的时候 我们就会使用它 对应的Object 去构造一种逻辑的Block 然后在ProxyDN里面 去随机选择三个 然后构造成 那个BlockLocation 返回一个客户端 然后客户端 其实对于 整个流程是无感的 它还是觉得 就是正常的Block 然后它就按 正常的ReadBlock的流程 向那个ProxyDN 发机请求 ProxyDN收到 那个ReadBlock的请求之后 它会把那个 逻辑的Block反解 出来那个ObjectK 然后去那个S3中 进行那个 ReadObject的读取 然后并且将它读取的 那个数据流 在流适的返回一个客户端 然后我们整个 那个读取的流程 其实对客户端来说 是完全透明的 就基于这个透明的 那个实现 其实我们 为我们后续的 大规模的上线和推广 也算是奠定了基础 对 然后做完那个 HPS支持我们的 读取S3之后 我们其实又 做了我们的 数据的转属工具 这块就是 其实实现起来 也比较简单 就是我们 我们首先会将我们的 那个每天 就将我们的那个 冷数据的分析和产出 做成自动化的 每天会定时的去 产出我们一份 冷数据的列表 然后写了一个 离线的18个任务 然后做批量的 转属操作 转属过程也比较简单 就是我们首先会 流适的读取每个冷文件 然后按照block set 进行切分 切分成不动的object 写入到对象存储里面去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将所有文件 和object的映射信息 存到一个 HBase表里面保存下来 最后 转属完成之后 我们就会调用 那个transform objectfile的接口 将那个anode 转换为anodeobjectfile 并且将它对应的 那个objectk信息 存到anodeobjectfile里面去 然后这块做完 其实我们就支持了 我们将数据搬迁到 s3中的功能 然后做完 其实前面两步做完之后 我们就实现了 对s3的读和写 然后的话 我们还继续 就是我们还缺一个 就垃圾对象的清理 然后简单说 就是我们需要 让 我们需要把 就htfs里面将 清理掉的那个anode的 objectfile 对应的object 在我们的对象 存储里面也清理掉 然后这块其实我们也实现了一个 一个 就垃圾对象清理工具 gc吧 对 然后它的思想其实很简单 就是简单的基于我们的 离线标记清理的 事想去做的 首先我们的hbase的那个表里面 其实是有我们全量的那个object的信息 然后我们的fs image里面 其实是记录了我们所有集群中现在存活的 alive的object的信息 所以我们就会基于我们的fs image 进行解析 然后找出所有的alive的object 然后在我们的hbase表里面进行mark 然后mark出所有的存活的object之后 然后我们再基于这个标记的结果 然后去remark出所有的dead的object 然后做完 就找到所有的dead的object之后 然后我们又会去 从那个fs image里面解析 所有的存活的alive的object 跟它做一些交叉验证 来保证我们的标记没有错误 在我们多次确认没有错误之后 我们才会去真正的做清理操作 然后实现我们那个s3中的清理 然后我们的terrain 其实v2的方案 其实做到这儿 其实已经是比较成熟了 然后我们在海外 海外和国内 其实都用 都做了大规模的上线 就所有的大的内线集群 其实都上了这个功能 然后我们的成果就是 我们其实 就冷背到s3中的那个数据总量规模 达到了百pb的量级 然后降本效果也大大的超出入 我们的预期 整个方案其实总体来说 还是比较稳定加可靠的 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就是我们在维护中发现 就是因为我们额外的 引入了一个more工具和一个gc工具 然后每一个新的集群 我们可能都要搭一套 然后比较复杂 而且维护起来也比较困难 同时我们的more和gc工具 都是完全基于离线p处理的思路 去设计的 然后实时性比较差 是没法做准实时 或近实时的转写 或者gc的 然后gc还需要人工去操作 然后做一些check的工作 所以也有一定的人工成本 然后这个方案里面 其实我一门还是没有实现 我们的温能数据的分离 所以基于这些问题吧 加上我们长期的一些规划 我们又继续演进和迭代了 terian v3的方案 它的目标也有三个 第一就是我们想把整个terian的 架构复杂度降低 让它整体的收敛在hdf的内部 然后想将more和gc的楼层 做的实实化自动化 然后最后就是想做真正的 温能数据分层 然后支持冷数据的归档存储 然后进一步的压榨下门的空间 我们首先对我们的 terian进行了架构升级 其实核心的思想就是 将我们的整个terian的链路 完全地收敛在hdfs内部 不引入任何的额外组件 然后具体的做法 其实就是我们将 hdfsobserver引入进来了 然后并且基于observer 做了一些修改 专门做了一个observer 去做那个terian相关的一些数据啊 或任务的一些扫描 并且将扫描的那些任务 通过teriancommand的方式 下发给那个prog-tdn 然后我们用prog-tdn来代理 所有我们集群向s3的请求 比如说读取写入以及删除操作 然后这样就做到我们整个terian的链路 收敛在了hdfs内部 然后不用引入其他的组件 基础架构的升级的思路 我们先对mora进行了优化 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将mora 收敛在了我们的hdfsprog-tdn里面去 然后它的那个转处任务的下发 就基于我们的observer下发 那个teriancommand的实现 然后通过这一套那个 limnode和datanode交互的逻辑 我们其实实现了 我们那个整体的那个转处 是近时时的 做完那个mora的升级 其实我们对gc也做了一些优化 这一块其实也是一样的思路 就是我们将gc完全收敛在了prog-tdn里面去 然后这一块就是具体的实现逻辑 其实就完全服用了hdfs进行block删除的逻辑 简单来讲就是客户端在删除 inloadobjectfile的时候 我们会将它对应的那些objectkey 放到一个invalid的object对列里面去 然后再基于这个对列去 生成一些invalidobject的command 然后通过那个prog-tdn心跳时 下发给prog-tdn 然后prog-tdn再去进行那个真正的删除处理 然后通过这一套心跳下发的机制 我们也实现了gc的一个进时时的删除 做完了架构升级 其实我们后续还有些新的功能 就是说我们想做真正的那个温能数据的分层 然后这一块其实就是说 我们想在温数据的 对温数据使用标准存储格式 然后能数据的话就使用真正的硅档存储格式 然后对于它的成本 我们预期可以对比那个温数据 其实我们还可以再降50% 然后下面其实贴的是那个 阿里云官方的一个对象存储的一个报价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对于标准存储类型的话 对于硅档存储类型 它其实只有标准存储类型的30%不到 但是硅档可能就是它会有一些解冻的成本 然后我们算上这个 评估了一下 大概觉得还能再降50% 然后它的实现起来其实也比较简单 就是说我们其实就是 完全服用了我们Moral的流程 然后通过一个terring state的字段 来区分我们的温能数据 如果我们发现它是温数据 我们就用Moral进行专储 正常专储就行 如果是那个发现它是冷数据 我们就直接使用我们的archive 去做那个硅档操作 这就是我们架构升级的好处 然后后续的话 我们还想做一个就 多云冷背的一个支持 然后这个背景其实就是说 我们现在 就是之前的方案是 我们单个集群 其实就绑定了单个的bucket 就比如说我们的某个集群 写在了阿里云的一个bucket里面之后 它其实后续所有的数据 都会沉到这个bucket里面去 如果我们发现 就是阿里云如果它给我们涨价了 或者是说有 我们发现有个性价比更好的一个 供应云的服务 它我们是没法灵活地去切换的 所以我们的目标其实就是说 我们想支持多云 然后的话 能够利用多云竞价的策略 能够选取性价比最高的 供应云的对象存储产品 然后它的实现 我们也做了一些 一个比较减满的实现 就是我们首先在安诺的object file里面添加了一个object store的字段 用来标记它是存储在哪个对象存储产品里面去的 然后的话为了兼容我们的客户端 让客户端无感 其实我们是对它的object store对应的那个project dn做了拆分 就比如说我们集群有两 存了两个那个bucket的话 我们可能对于比如说OSS和ks3 我们就会单独给每一个对象存储 部署一批那个project data node 然后它project data node在那个nemonode端 它也是基于那个object store进行分别的管理 然后客户端在去get block location的时候 我们就会基于它的那个object store 去选取对应的那个project dn 构成那个block location发给客户端 然后客户端其实就没有感知 它是到底存在哪个对象存储里面去的 做完这个功能其实就总结一下吧 就是这个其实V3这个方案 我们现在的架构升级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但是刚才说的那个能备的支持 极能数据归档的支持和我们多余能备的功能 现在开发基本完成了还在验证中 以上就是TARIN 我们HDITARIN相关的迭代和眼镜 基本上就介绍完了 然后最后想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存储对于未来的规划 这块其实的背景就是 我们现在的数据在不断地大规模上云 然后我们的计算任务 其实也在不断地向云上靠 因为现在公有云的性价比确实 比我们自建来讲会有很大的成本优势 然后就带来一个问题 计算到云之后带来一个问题就是 它云上的计算去访问云下的冷背数据的时候 它其实它会走一个云上访问云下 然后云下再访问云上的两次跨专线的访问 导致我们的专线的压力非常大 然后性能也会受影响 然后这块其实是个比较大的背景 然后的话还有就是我们 其实云上的话 如果想访问对象村主的话 现在只能走云下 只能走云下的HTIS 所以我们现在想的做法 就是我们会做一个统一的访问的 统一访问层 就是做一个统一的文件系统的云上 然后云上的数据的话 它就通过我们的统一访问层 去云上的任务 就通过统一访问层去访问云上的数据 然后云下的计算任务 就通过统一访问层去访问云下的HTIS 对 然后它中间的那个任务 对应的数据的搬迁 可能我们有一个就在这个访问层 做一个透明的搬迁操作 对 然后总结来讲 其实就是想做一个统一的村主访问层 然后能够进行多元的支持 然后同时做的 推进我们真正的做那个存散分离 以上就是我分享的所有内容 谢谢大家 好 感谢王崇伟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他分享了就是HTFS 在小米里面的一些分层存储的架构的 一个演进之旅士 然后也给大家现场一个提问的 这样的一个时间 老师你好 我想问一下 您刚刚就提到这个TTV和TTL 这些有些指标是怎么定义的 就是怎么定义它的冷温热 TTV这个 其实我们内部是有一套资产管理标准的 就他们会根据你这个表 比如说历史的访问行为 它会去推断一个你比较合理的访问周期 比如说你这个表可能就是 就你周集 就访问一周的数据 它可能你建议的TTV就是一周 如果是你要访问一个月的话 它可能就是一个月 就根据历史的行为 加上一些特征 然后去推断出来的 我理解是就是在 生产这个数据的时候 其实已经定义了一些 对 就建表的时候可能是有个建议 但是它后续也可能会动态去调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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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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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